阿成, 今天早上到達了, 帶大家去哪? 現在我們去這間米芝蓮的豬手法, 很出名 今天是早上8時, 阿成已經帶我來的 這間餐廳關店的時間是甚麼? 1點半 靜神是嗎? 不是, 是下午的1點半, 它就會關門了, 賣光所有東西 這間豬手很特別, 有很多不同款的豬手 我們就包裹了, 全部都點了, 先介紹最震撼的 這個, 報稱是四人份量 我想, 我們兩個都可以去 這個比較的色 這個就是小的, 兩個人 這個已經是兩個人的份量 這個是拔的一個豬腳, 是比較小的 豬的不同位置都有, 豬腳已經分三種 這個就是有一點手指位, 會比較肥 這個就是最傳統的, 我們本身的豬手法 那個水上的份量 這個也很特別, 你知道這是甚麼? 這個是豬雜 對, 這個就是豬雜裡面, 有些豬腸, 滋潤等等 這些都會在裡面 這個是甚麼? 這個是酸辣汁, 這個是泰國的酸辣汁 這個很酸味, 很重, 很新鮮 都是用新鮮的辣椒青檸去做的 我們可以先試試看 它瘦的位置都已經做到很軟 而且這個很入味 好像你吃到那種有一點蜜糖的味道 因為泰國有時有些飲食平台都會播 十大豬手飯究竟是哪裏 你猜一下這間是排行第五位三甲或五強 你帶我來第一的餐廳 是呀, 我也覺得很軟 這間是第一的 即是全泰國的第一 的豬手飯 咦, 那這間店 剛剛我們見過是家族山的 是呀, 泰國人很多都是家族山 而且這家族是不得了的 六十年的歷史 是呀, 而且我們剛剛看 泰皇都會有去受婚 好像進去皇宮去參拜 參見皇帝 在泰國人來說是一個最高的樹齡 最高的榮譽 而且這個如果在西方來說 它都很出名 它是一間米芝蓮2018的餐廳 是呀 我看到它已經有很多的獎 剛剛在金文坡里 他之前是一個車仔檔 他爺爺的年代 爺爺已經不在 而且現在交到給他們 是幾兄弟姐妹去打理 而且我看到他們 很早 你看到七點多 老闆娘都已經坐在這裡 開工 很厲害 我們可以說一下 它的價錢 其實絕對都是不貴的 都是很平衡的價錢 大概六十元 這個四人份就二百八十元 對, 二百八十元 其實是為了十元的港幣 七十元港幣 你四個人吃 一隻這麼大的承受 就已經夠四個人吃 而且我很欣賞它 它進來很窩心 窩心 每人都會派一杯冰茶給你 這樣就可以燒一杯 它有一壺給你針 我想如果是一群人來吃 就可以一起分享 這個就可以有不同的口感 因為夠大 所以我們都極力推介 對, 那我告訴你 吃完這間豬手飯 那我如何 你做什麼? 其實豬手很黏牙 我們一點都不黏過 其實黏牙就不黏的 不過造型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試分 吃完這頓飯 你覺得無兩顆 我們給一下分 我覺得是 五顆星沒有分 我會給四個分 因為我覺得很方便 方便 但為什麼扣人給五分 就是如果真的開車 就會很麻煩 因為沒有地方排 對, 因為它的位置 其實就沒有地方下車 但其實在市龍舊區 這裡一找就找得到 食物質素 我覺得真的可以給五分 對, 我也是給五分 因為你想想 豬手 可以整個湯 是覺得油 這個很高分 很高分 值得推介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來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間 很出名的 在市龍舊區的豬手飯 那如果想知道 泰國還有什麼 新的食物 好東西吃的話 記得留意 JMKTV 泰爾奈心導遊 這個食客 長期是舊客 但身體的問題 不能經常吃 但也要忍不住 它給五顆星 很棒 它是第一次來的 要靜你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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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看到 這些電視節目 而來這間吃的 好, 浪漸民的家裡 在家裡 好,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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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